近日中国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社会关注 空气污染问题浮上台面 为了唤起大众的空污意识 嘉义市政府启动校园空污棋计划 将在市内国中小学进行宣导活动 让学生了解严重性 环保署领定了说 每一个县市对空污这边要做一个防治的宣导 第一个就是先升旗 那升旗就只要是说 让我们的学生对空气污染 它颜色的气氛空气PEM2.5的严重性 那我们来做因应的措施 看怎么来防治 学校在早上与中屋两个时段 依据行政院环保署提供的资料 挂上空污棋 让学生从颜色分辨空气污染的程度 就是为了要告诉大家现在的空气品质 然后建议大家如果有过敏 如果是坏的话有过敏要戴口罩或是少出门 从开学到现在我们就是先让小朋友 先了解这个各项旗帜的意义 PSI的指标或是PM2.5的指标 比较严重的那一个部分来做一个升旗 那依照不同的一个程度 我们有绿色旗帜 再过来是黄色红色紫色 如果最严重的话 在那个PSI这边比较严重 超过300以上就是核色的部分 这是所代表的意义 那我们社区的部分 我们也跟周遭的里长都已经宣布这样的讯息 所以社区里面会去看一看我们的旗帜的 这个张瓜的情形 空气污染不只影响当代社会 若不加以解决将改变后世的环境 但也非三叶两语可以解决的 除了换起环保意识外 有效实质的推动政策 才能够找回干净健康的空气 中正一报复威林宇柔嘉义市报导